哇,新的聯合書廠是在東興六街附近 在東興路 往右邊才是東興六街 東興六街有那個 哦,江湖中心 哦,這個位置在新東國東北邊 新東國東北邊 前方綠,綠色稻田那邊 綠色田地那邊 再往西,新國高中的 你看,球場耶,新國高中北邊的球場 新國高中北邊的球場 你看,江湖中心 電話零六六三二四五六 哦,這位新國高中東邊發展 民國九十年代發展出來 現在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今年四月二十六 十多年的發展 東邊建了好多高樓大廈 哦,還有新泰國小 你看還有江湖中心 哦,這一棟大樓 江湖中心 北邊還有國宅 哦,好高的大樓 哦,好高的大樓 那個就是國宅 看到 比較中 比較中間那邊的 好像衛生 衛生局 衛生局 那 那往東那條路可以到新泰國小 哦,你看,新國高中 春暉大樓 春暉大樓 你看 在一開始發展 現在一百零八年 哦,好多高樓大廈 有好多 東興園 有好多商店 聯合書城從 明治路哦 明治路 尖禮站南邊 明治路 大同路 十字路 口 右邊 那邊搬到這邊 舊的聯合書城 變成賣中古文台 中古文台的地方 哦,來 這邊這條路一直走 可以到那個火車站 火車站 然後如果 左轉過平交道 還可以到後火車站 後火車站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今年開通 哦,新寧有後火車站 新寧 公元二零一九年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開始有後火車站 後火車站 哦,後火車站 那可以發展東部了 新國高中的東邊發展 然後有了新寧火車站 後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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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發展那個工業街那邊 發展那個 東邊那邊 新新大賣場在 在掙錢哦,畫面正中央 新新大賣場 哦,心靈手創 智慧公殿好宅 那一棟大賣場 心靈啊 所以新的那個禮啊 新東禮 新國高中的東邊 九十年代開始發展了 發展了十多年後 好多大人 好多祝福 對那個 新東禮啊 小學 然後幼稚園小學 學新泰國小到 高國中的新 新東國中 高中 新國高中 哦 算很 很完整的學區 然後聯合升學書層 就在新國高中的東邊啊 在東興路 東興路 還沒有到東興六街哦 還沒有到東興六街路 附近啊 哦 你看 新國高中 你看 新國高中的大樓 就看得到 哦 你看 新國高中 新國高中的大樓 新國高中的大樓 你看 東邊 那空地才剩下一兩塊而已 哦 都已經蓋樓 蓋樓房了 這邊那個 這邊那個商店 哦 還有金星大賣場 食品文具五金牌 哦 洗衣服的 哦 你看 24小時 哦 洗衣 洗衣服的咧 哦 哦 這麼進步啊 你看 新東國中啊 畫面看到了 新東國中啊 新東國中啊 新國高中 東邊你看 東邊有那個 哦 食品也有賣 文具五金百貨大賣場 五金就已經不簡單了 文具 五金文具可以在一起 還有食品哦 哦 百貨大賣場 厲害 文具哦 那個聯合書城啊 聯合書城以前新國高中學生都到聯合書城那邊買啊 聯合書城 新的在這個 中心六街入口附近 前方第二條 中心六街入口附近 聯合書城 哦 聯合書城 哦 你看那個什麼 鍋邊生門海鮮啊 鍋邊賣海鮮 在 本來在大同路 新國高中 大門口往前 那個大同路啊 那個 江南大鎮旁邊 日本式的 日本式的 舊房子 誰對面啊 哦 發展到這邊來 哎呀 蓋那個店店面 好玩啊 好玩啊 咪吧 好玩啊 哪兒 是 好玩啊 谢谢观看